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静止符号先取消一遍 这个时候你要洗掉这些记录 有两个地方你要考量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尺寸的设定是否经常要用的 如果是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记录 记录在哪里呢 新增 这也有个项目 新增它的预设集 按了这个以后呢 你可以给它一个命名 如果你不想要命名什么 没关系 你就保留它现在所帮你设定的项目 比方说我的名称就800x672dpi 确定了啊 那以后呢 你在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多了一项 多了这一项 这个就是你新增出来的 所以它就帮你记录起来 变成一个选项 那这样以后你就可以经常直接挑选就好了 好 那挑选过后 我已经指定过了 那已经有记录了 所以我不怕洗掉了 那接下来我想要回复到原始最自由的状态 这些项目都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按这个 清除这一项 按下去呢 它这些记录就全部洗掉了 换句话说 它就回到了原本的这一个 原始设定的这个地方了 好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自己自由的去用了 自由的裁切了 那它换算出来就是这个照片它本身原有的解析度了 就不会是强制去换算成72的解析 这是它的运用法 好 另外一个现象哦 这边有一个附加功能叫拉直 拉直要做什么用 我现在先停止一下 你看哦 然后这个鞋子这个纹路啊 这个有个破损的纹路 我想要让照片呢 顺着这个纹路走 好 那我现在用这个拉直 我跟着这个起点 直接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拖曳出一条线 这个时候我的画面的水平呢 就会强制变成它这样 有没有 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学旋转吗 那你说你旋转手感不好 如果转不正啊 你可以用这个拉直的这个项目来帮你辅助 有没有 那有时候你不想要直接裁切 而且你想要整个画面都调动 就可以用这样子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刚刚真的要说 我并不想要每一次都裁切啊 我只是想要拉正啊 那比方说我拉正的依据是要依这个 这一支来说 那我就是按这边 拉到这边 让它垂直 它就帮我转正了 这个时候我再重新去移动 然后再重新去调整我要的大小 这样去调配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帮你比较快速的去做导正的项目 好 这两点请你练习一下哈 好 这根小时的不是 就知道我干击 我还得了 好 这个厨址 感谢观看